哇,有人在石头洞里,发现一只乌龟捏捏了 不小心把它打开,在里面发现了一只紫色小乌龟 据说,把它埋在沙子里 隐藏三天,它就有机会变成黄金龙龟 太神奇了 妈呀,乌龟捏了里藏着迷你小乌龟 还能变成黄金龙龟,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这个终于找找 少年,我回来了 在外面找了好几圈,终于找到六只小乌龟捏了 还有不同颜色的小乌龟 看着好可爱呀 捏起来也很紧呀 哇,它这里面是一颗小球球 那我们赶紧地找到了 那里面有没有好宝贝吗 现在一只橙色的 它这个头怎么一辆歪呀 好吧,它这是空的 我们从下面点开 来,我们都把它挤出来 哇,好漂亮啊 哦,是一条鱼耶 哇,这不是普通的鱼 是鲸鱼耶 还有没有啊 嗯,这是啥呀 哇,又一条鱼 漂亮,接着来 这也翻过来看吧 没了 又这一种东西要做鲸鱼 这些鲸鱼也太好了吧 那我们赶紧一下鲸鱼 看看你里面有什么好宝贝 来咯 来咯 看哪个鲸鱼啊 这怎么有东西啊 这看着是个好东西啊 哇 一个水晶乌龟 哎 你没看到它的脚 这应该是小海龟吧 还有没有啊 没了 这小海龟可以进行批斗的 好漂亮啊 那我们继续 再来一只蓝色的 它的头好圆啊 来吧 这是啥呀 它蛮惨的 嗯 一只小白兔 还有没有啊 没了 那里面怎么会有只小兔子呀 哦 我们在比赛吗 第四 还是来橙色的吧 一定要来个迷你小乌龟哦 看看有没有啊 嗯 这是没东西吗 都挤完了呀 翻过来看看 哎 哦 第四的啊 不会直接让我找到黄金龙龟了吧 嘿嘿嘿嘿 哇 哎 还有一个 粉色的 连来一起了 这也不是龙龟啊 这就是普通的小金龟 难道它们是情侣吗 现在找出两个绿色的小乌龟了 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我们俩的迷你小乌龟啊 先来一个这个吧 看看有没有 哎 这啥呀 堵着 出来的一只脚 哇 好有弹性啊 哦 哇 哇 好大一个 是个小乌龟捏捏了呀 但它是实心的 好软啊 还有没有啊 没了 哇 好小乌龟啊 热肉的 特别有强性 还是最后一个了 能不能穿上迷你小乌龟 就靠它了 直接开开 回 嗯 哦 看到一个 哇 哇 真的找到了迷你小乌龟耶 但它不是紫色的 是绿色的 要放哪儿 翻出来看看 没了 这个好可爱呀 帮我妈妈买在沙漠里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这个黄金龙龟 哎 进去吧 这样就可以了 咦 不行了 万一小孩过来 帮我乌龟兔头怎么办呀 放上两边放一些垃圾 伪装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喷 哎 面白去哪儿了 嗯 这桌上还有桶垃圾 这面白怎么不打扫 哎 算了 这时候我就当位好人帮他倒了 哎 哎呦 还有点重 哈哈哈哈 给他倒完了 里面怎么全是沙子 里面不用告诉他是我干的 我做好事不养 哈哈哈哈哈哈 宝贝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 看看我们的楼里有没有出来吧 啊 啊 这里面东西呢 这么快呀 这种迷你的小火锅 有人吃过吗 它里面 能开出QQ弹弹的蔬菜和水果 下面还有甜甜的面条 还有人在里面 找到一个神秘的粉色宝葫芦 据说把它放在粉红的水里泡一下 就能倒出粉红水晶 实在太厉害了 我摸呀 你会吧 这种迷你的小火锅里面 居然还藏着宝葫芦 只要给它灌上粉色的水 就能倒出粉红水晶 这真行 你知道吗 我也想支持 甜甜的 迷你的小火锅买到了 已经买了一整盒 看看有多少啊 一共有六盒耶 三盒粉色的 三盒蜡色的 哇 这里面看的好诱人啊 咱们跟你来找到 里面有没有宝葫芦吧 先看哪一个好呢 嗯 我现在打开这个粉色小火锅看看 这小火锅还挺精致的 哎 还有一层 还 哇 你看 这里面有五花肉 捏点QQ弹弹的 这还有荷包蛋 好软 这个应该是一米吧 这还有白菜 还有胡萝卜 嗯 这个胡萝卜不一样啊 它捏的是硬啊 做的好逼近啊 它下面还有一层 咱们打开看看啊 里面好多面条 好软啊 这里面除了面条什么都没有 我再尝一下啊 这种甜点的面条我还是第一次吃啊 它其实就是那个棉花桃 那个底这么厚吗 嗯 哦 它好像还有一层 天啊 一个三层啊 下面有一袋草莓果酱 还有一个小叉子 再来一个蓝色的火锅 看它里面是什么样的啊 来 它里面和粉色的一模一样 这个胡萝卜有点不一样 啊 它好软啊 它就是一个糖果 都捏一样 好吧 这里面全是糖果 这不会是葱的吧 看看下面 诶 这里面怎么有红色的呀 哦 面条里面有个小辣椒 嗯 这看着就辣啊 下面一层还有没有啊 这个上一个一样的 下一个 该省这个了 看 这个好像和前面都一样 诶 这个胡萝卜蛋不一样 它是双大方 一直还是硬的 上面还有小小情 好甜啊 其他的都是软的 看下面还有没有东西 都是面条 在下面呢 这也是一样的 要戴蓝色的呢 哇 我已经看到了 这个白色太明显了 看着前面看着都不一样 诶 看起来就好硬 下面还有没有啊 这里面没有 另外一条 它这下面好像都一样了 挂起来蓝色的 这个也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诶 就捏一下 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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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懒的 好吧 这里面全是糖果 再看看下一口 什么也没有 全是面条 这个不会是空的吧 最后一口 还是一样的 这怎么多一个啊 这不会是宝葫芦吧 不是 是一只趴着的小猪 这这样子好可爱啊 哇 怪党怎么见还一发光 这个好烈啊 把这最后一个了 能不能找到宝葫芦就靠它了 到底有没有呢 喂 这上面没有什么特别的耶 看看下面啊 哇 整的宝葫芦啊 这葫芦也太好看了吧 上面还剩着很多钻石 上面还有一只蝴蝶 看看下面还有没有 来啊 咱们再试一下 看能不能倒出粉水晶啊 咱们的水准备好了 一发光棉鼠银 倒出来 哇 哇 那怎么不一样啊 画面好多小珍珠哦 有人在捉鱼的时候 捡到一个金色盒棒 把它打开 还在里面找到一个金色大珍珠 据说它的价值不非 一颗就足够买下一座城堡 实在太珍贵了 哇 真是开了眼了 还有这种金色的大盒棒 最重要的是 金色的盒棒里 还能找到金色的大珍珠 这金色大珍珠也太好看了吧 不行不行 我也要找找 拿下来 划断 金色大珍珠 买回来了 打来看看里面是怎么样的 哇 好大一个呀 诶 不对 这怎么还有一个银色的呀 都买了不都是金色的吗 先都拿来看看 这个是金色的 这个也是金色的 每中买了六个珍珠 五个金色的 五个银色的 我把他送了我八个小的 这么小一个里面会有金钟啊 不管了 先打开金色大盒棒找一找啊 开了之前先来个小厕所 听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 我来这里呀 还是不行 你们可以吗 来我们继续 天天一个稍微小一点的 这金色的盒棒就是不一样 看着金看看了 要用刀给它划开 大家看里面有什么啊 哇 这比你好多珍珠啊 嗯 有点轻耶 来我们先把它们都拿出来 很白色的 好看 先放盒子里 这个好像是椭圆的 这个有点偏金色耶 这好像都不是很圆 等一下 这个又坏掉了吗 这边没了 看一下这边 这是一样的 这没了 这里面有没有啊 咦 这还有一个 还是一样的 没了 第一个里面找到这么多珍珠 但是没有找到黄金大珍珠 来 我们第一个开 开 嗯 这怎么没有看到珍珠啊 这不会还有空的吧 找一找啊 这没有 这边也没有 这里面呢 哦 我摸到了 这有一个 看了 哇 这好大好圆啊 它还是这种浅紫色的 看着好好看啊 这看着比金色的还要珍珍珍吧 我摸到地 看它里面有什么 哇 这个也好多哦 直接掉出来了一个 这个第一个颜色是一样的 看这个里面能不能找到金色的 这个都好长啊 没了 这个开着它做柜子的多一些 接着开 看这个里面是一个还是多个啊 哦 又是很多个 这看着怎么和前面呢 还是一样的呀 没了 他们沾了没什么区别 这就还是一个环境大核爆了 还能不能找到环境珍珠啊 一定要有哦 开 这个里面也是很多 能不能找到啊 感觉这个里面呢 差红一些 都找完了 这里面也没有 这么大一个核爆 找到了珍珠 我们小的是一样的 现在还是一个银色的 找8个小的证品了 我们先把这8个小的字 你打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珍珠啊 这个已经破了 那我先开它 哦 别看个头小 还真的有珍珠啊 是这样的小珍珠 还有没有啊 没了 就一个 看这个 哦 又看到了 看着一样的耶 下一个 还是一样的 这不会都是一样的吧 一样的 这个形状有点不一样 像个陀螺一样 这个也不一样 像个水冰 这个呢 一样的 最后一个了啊 看到了 还是一样的 还是最后一个银色的了 看着这个会有什么不一样 看看啊 好紧啊 有没有看到这个 不怕啊 我们前面那个大的 就是在这里面找到的 再来摸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啊 摸到了 有个大的耶 哦 这个好特别呀 它上面是圆的 下面是不规则的 像个水母一样 这不会是个坏的吧 但它的颜色很特别 有点偏粉色 我搜一下 原来是巴洛克珍珠 如果是真的 比金色珍珠还珍贵 不说了 赶紧去找人给我鉴定一下 有人在小卖部 买到一个神奇魔法瓶 把它打开 还在里面找到一瓶黄金爱心魔法水 据说把它逼在任何东西上面 都会变成金色 实在太神奇了 哇 好神奇的瓶子呀 里面还能找到黄金魔法水 只要掉一滴 就能让东西变成金色 自己太厉害了 马上的小卖部看看有没有 宝珠们 魔法瓶买回来了 这个东西好贵呀 一提几十块 但是为了能找到魔法水 我直接买了三瓶 瓶子也让我找到呀 来 我们现在打开一瓶绿色的 现在拔掉它的外衣 大家看里面有没有魔法水啊 哇 哇 这里面好多东西啊 一个魔法棒 两个瓶子 这些好像是配套的 哇 第一个人找到魔法瓶绿色啊 这也太幸运了吧 它里面还有好多彩色亮片 看着好好看啊 但这也太小了吧 打开看看啊 这个瓶子是假的 根本打不开呀 讲不讲 试一下这些材料能做成什么 接下来把它里面的浇水 倒入碗里 这个浇水还带颜色的 接下来加入能量包 这个里面全是星星亮片 一共三包 全部加进去 哦 这里面是贝壳耶 还有一个珍珠 然后跟它搅一搅 再来加入成型粉 继续不适合搅拌 嗯 这个瓶子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啊 那在这个期间 你们先来做个小测试 据说学生党不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完成点赞和关注 这个手势应该可以吧 啊 还是不行 你们可以吗 现在已经决行了 哇 现在做了一个亮晶的米 手感好柔软啊 我拖 拖拖拖 不拉 我在拉 舒服 装在瓶子里好好看啊 这个叫深海巨泥 这剩下的材料还能再做一顿 这个里面是一些坟墨 再加一些清水 先搅拌精铃 再一起加入能量包 继续搅拌 这样能得一份超级柔软的史莱姆 这个更好戳耶 不错不错 咦 不对 我这一碗把杖势给弄了 我还要找磨码水呢 带一瓶绿色的 水 看看有没有啊 可以 这看着和前面一瓶子一样了 哦 难怪吗 这个里面找到一个黑瓶子 它这种纯黑色的 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我来听啊 哇 里面还是绿色的液体 看着好神秘啊 诶 这怎么看着像芝麻油呀 我涂一点看看啊 这看着就是葡萄的绿色 没什么特别的呀 按一下 哇 这怎么变成黄色了呀 好神奇啊 它这个里面的材料 看着名字 刚才它是一样的 不知道做出来是什么样的 竟然做出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泥 现在还是最有一点金色的了 肯定要有黄金魔法水呀 打开看看到底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呢 哇 嗯 找到魔法水了 好大一瓶啊 它身上大部分都是金色的 上面还鲜着小钻石 点上还有一颗超大钻石 一颗好看哦 就脸色彩的泥 都是这种金灿灿的 还有一个是非常少女星的粉色 可这个魔法瓶好配呀 打开看看有没有魔法水 诶 有诶 赶紧试一下 能不能都已经变成金色 刚好我这有一把瓜子 来 给它滴上一滴 哇 真的变成金光盆了 太厉害了吧 赶紧 多滴几个 怎么没水了呀 这一瓶 只多滴一下呀 太少了吧 都没帆 是啊 现在 这一瓶